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消息一出可以说是震撼演艺圈 根据了解 罗佩颖的朋友因为连续两天联络不上他 三日晚间八点多 到北市巴德路的住处 进入屋内 发现他沉湿在床上 而且肢体弯曲 疑似有挣扎过的迹象 身上更出现尸斑 推断已经死亡多时 现场并没有留下遗书 警方初步研判是疾病引发猝死 但是现场留有个人要带 凌晨三点多 家属将遗体移往第二拼仪馆 等待警察官香叶遗体 离心真正死因 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 个性豪爽 人称东居罗姐的艺人罗佩颖 还有八天将过六十岁的生日 却惊传死讯 令众亲友都相当不舍 三四天前 罗佩颖在私人脸书最后发文 谈到有关三杯圈的讯息 并附上一张自拍照 美丽的倩影将成为追忆 不少粉丝涌入留言悼念 希望她到天堂 做个最快乐美丽的小天使 中时新闻网 罗姐一路好走 采访报道